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3日 星期六 前兩天 其實收到網友有兩張截圖 這個截圖 是一個 內容是網信辦要深入清理整治涉及翻牆工具 商品 服務和通知 以及網信辦這個視頻調度會議的會議要點 這件事在大陸引起很大的迴響 我們和大家在節目上也透露過 我們有一位在廣東省的網友 他坐了一年半監 出監回來 沒多久告訴我 他被拘捕的原因就是翻牆 在大陸 很多時候這些事情不會有很多人關注 因為普通一個市民 被拘捕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甚麼事 結果 他告訴我 親身經歷 是真的進去坐了一年半監 罪名就是翻牆 你看境外的這些訊息 好了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大陸 經過這場的白紙革命 可以說大陸是一時間沒有任何準備 他想不到那麼嚴密的封控 都還可以孕育到一群 年青人出來反抗 以為他們都是全部小粉紅 五毛 自乾五 歲月症好派 你們這群人 反中亂國 全部都在反華 每天都在散播中國不利的訊息 結果 他們 三年的封控 即使是 多麼愛國的人 他們也想了解一下外國到底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 這三年的封控 是使得大量的人翻牆 大量的人 去接觸外界 所以他們孕育了一種 現在知道自己不是正常國家 他們要反抗 不自由無靈死 好了 我們看回網信辦的 兩張截圖 其實 我們一會跟大家說說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就這樣初步看 我有理由相信 中共 現在的放鬆只是表面 因為他覺得他們自己的準備不足 他們在這次 面對一班這麼大波的抗議 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 叫做遇強正屈 首先 我先縮一下 我先習慣一下 低低地習慣一下 之後才 由這個信息的渠道封鎖 不讓別人 翻牆 嚴厲的去打擊翻牆軟件 使得中國人 再次 陷入一個在謊言的世界 不知道外奸的事物 我們詳細和大家說說這次網信版這個截圖裏面的內容 以及 整個政治分析 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 VPN有需要也應該訂購 使用VPN起碼隱藏了你的位置 不過如果遇到人查手機就麻煩了 可能 大陸的朋友 你們每人需要準備多一部手機 是被人查的 好 我們 跟大家說說這個內容 網信8 深入清理整治 涉翻牆工具 商品和服務的通知 每日12點前要送報 按照前期工作要求 請各平台深入清理整治 涉翻牆工具 1 是電商平台繼續保持對網售 涉翻牆等商品和服務 進行專項清理的工作力度 例如翻牆路由器 VPN加速器 VPS 境外蘋果帳號等等 2 是各應用商店 網盤摸牌 網盤摸牌清理 下架有關違規翻牆軟件和工具 3 是音視頻和自媒體等等UGC平台清理 傳授 翻牆 科學上網 技巧和破關方法等有害內容 即任何教你怎樣翻牆 怎樣上網的全部都叫做有害內容 第四 是各搜尋引擎繼續對翻牆相關搜索結果及 涉傳播翻牆的 科學上網等等引導詞進行清理 你上網也搜尋不了 第五 是每日12點前 報送24小時內處置信息數據 同時梳理 報信 封禁信息 包含翻牆軟件名稱 例如翻牆軟件安裝包請附帶 以及翻牆服務器的IP地址 分別列出 好 網信辦也會召開視頻的調度會議 這幾點 牛部長召開全國網信系統調度會議 根據工作 需要啟動一級互聯網應急的響應 最高級別待遇 主要負責人親自上手加強審核 各省最近情況突出 對於善下滋擾信息 境外信息導管 要最快發現 最快處置 最快報告 這裏說的局長應該是網信辦 副主任的牛一兵 他當然就是 主要負責去打擊這些信息的傳遞 第2 1124事故 這是講烏魯木齊大火 1124事故 引發各種不滿 上海出現惡性政治口號 即是叫習近平下台 共產黨下台 高校學生政治性聚集明顯 境外媒體抹黑增多 各網站加強審核 第3 如情管控 即是派五毛 對於衝卡聚集性 尤其涉 高校內容重驗管控 所有這些 全部都要刪除 增強前置審核 嚴查煽動性帳號 強調保密紀律 工作指令不得洩露 第5 境外炒作海定王莊聚集性事件 這個已經說了一段時間 已經說了幾天了 今天指向朝陽 阿運村等地區重點關注 快發言快報告 即是說要在阿運村 在海定區那裏聚集 叫人們call人去 每人帶瓶可樂瓶為標記 第6 在11月30日 1124死難者投出 12月9日國際反腐日 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等敏感時間的節日 重點關注 嚴格把控 加強前置審核 因為11月30日 是1124烏魯木齊死難者的投出 所以 他們就會拋出江澤民 你有投iry我剛剛開始 第7 針對居民爛士或有指響性的內容 及時訊宴現上報 第8 北京市涉疫於 瑜情的重點關注 這也是很重要的 現在 現任的網信辦的主任 宣傳部要跟大家說說是誰 現在的 網信辦主任 國家網信辦的主任 莊榮文 他也兼任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 另外 另一個副主任 網信辦的副主任 姓榮華 牛一兵是第二副主任 第三副主任 趙澤良 另外 副主任 曹淑敏 有四個副主任 我們看到 網信辦 其實就是中共管理這個網絡 言論 的一個組織 一個網警 他們也會組織一些五毛 主要是監獄裏面 所以你跟很多那些 五毛在爭論 其實你是跟 監獄裏面的囚犯在搏鬥着 他們 基本上有整套了 他們如果 做得好的 可能會減刑 可能會多一塊叉燒 或者多一隻雞腿 類似這樣 大陸 是靠兩件事發佈起家的 中共 其實一樣 謊言 一樣是暴力 謊言就是他的 寫作班旨 宣傳系統 中共的宣傳可以說是十分成功 在40年代 宣傳到國民黨是一個獨裁 貪污 所有東西無鵝不作 亦都不願意抗日 是一班消極抗逆冷散的人士 是一班漢奸 是一班腐敗分子 是反動分子 結果 被中共騙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一直以來都是靠 謊言去維持這個國家 維持他的統治 所以我們為甚麼要善而不捨 即使最近我們的廣告大跌 因為很多黃標 我們也要善而不捨去做 因為 我們要肩負起 去傳播這些真正訊息回到大陸 使得 所有可以有效打擊共產黨這些邪惡管治 的方法 這些訊息我們也應該傳進去 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被人一連封幾次 每次都是因為共產黨 因為政治問題被人打壓的 一旦有這些政治事件 我們就經常黃標了 昨天出頭的幾條片全部黃 大家看到是不是很多JB 原來只能夠改了他 有部分可以 部分不行 還有很多是沒有廣告的 很可憐 今天 上五條全部都黃了 搞到我都沒有心機錄 只有兩條改了JB可以買到廣告 之後全部都黃了 十分之令人氣餒 但是 我們也要涉而不捨去做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不做 其實 不多人做的 現在肯做這件事 因為每個人都要 計算 做一次節目 要花很多時間 要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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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了之後 原來是white do 沒有東西做的 不是white house 白做 沒有人喜歡白做的 沒有廣告收益 但是我們覺得 在這個 推動 中共的革命 以及錢方面 我們兩個人有平衡 我們可以 接受穩少一點 所以我們也呼籲 大家看到我們那些有廣告的 就幫我們點擊多一點 幫我們看多一點 分享給多一點朋友看 希望 那裏可以補充一點 令到那個損失 沒有那麼大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義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嗯